为在花莲市和简安相交界处的花莲美轮进行会第二会堂 7号8号两天举办了美进第二会堂献堂港恩礼拜 并且以我们爱让城市不一样为主轴 规划有60摊美食和首座市集 同时也为第二会堂剪彩启用 邀请乡亲趁着廉价可以出游走走 位于花莲市与简安相交界处的花莲美轮进行会第二会堂 占地4854平 约是第一会堂土地面积的10倍大 以灯塔为建造异象 可容纳150至200人 松石廉价的7日周六下午 由精彩表演揭开序幕 在牧师带领进行祝福祷告后 进行剪彩仪式 同时美进第二会堂献堂感恩礼拜 带来Wow Party我们爱让城市不一样 市集活动 非常感谢信仰成为我们推动的前进最大的力量 爱让我们这个城市改变 代表县长祝福我们今天的县堂的活动圆满成功 所有的家人们我们团结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打拼 所以第一个功能是我们希望能够祝福城市 能够祝福花莲 那这个园区的第二个主要的功能呢 第三个主要的功能是这个园区我们盼望它未来赋予领袖培训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跟工作 这个园区呢未来也会作为神权教育的用途使用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设立台湾静信会东部的教学中心 进六十滩的美食几手作市集 还有周年庆敬礼 原住民丰年节三对三篮球赛 民众还可透过手机扫描QR Code 与会场观赏AR浩瀚天际海及盛光荣耀 美轮静信会表示 第二会堂将不仅是一座教堂 更具有复合式功能 未来园区将具备祝福城市 普世宣教领袖培训三方面功能 也邀请湘金趁着廉价时间 把握机会出油走走 接着掌方眼前相报导